大家好,我是H&N的Edison 2021年,很快就過去了 又是時候回顧一下香港古典音樂的大事 2021年我們繼續受到疫情影響 雖然由去年已經可以放寬劇場開始讓人進去 但直至現在為止 也未能回復到100%的入座率 最多只可以85%的觀眾可以入場看 另外,亦不可以再像去年或年初 又用填紙的方式進去劇場看表演 而是強制地用安心出行程式才可以入場 而這個政策亦不限於政府下的場地 其他一些場地,譬如大館、西九 亦都是這樣跟隨 另外,外國表演者來到香港 依然是要接受隔離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令到很多的團 特別是大團會請外國的音樂家 來表演的團體 請人來香港遇上很大的困難 譬如香港古典樂團為例 就算他們自己的總監 阿Yap他 亦都是因為隔離政策 其實很久都沒有在香港演出 整年,整個2021年 其實他都只是來一次香港 就是今年2021至2022 樂櫃的Season Opening 來香港公開演出的一次大把 而且根據周光珍的報道 他亦是專程跟香港政府有一個協議 縮短了隔離的時間 才可以談得整個來香港演出 受到不同的防疫政策影響 令到尤其是一些會請外國藝術來香港表演的團體 在策劃他們的樂櫃方面 遇上極大困難 當然啦 有困難當然要有方法去解決 亦衍生了不少新的合作形式出現 其中一個就是由兩個團 共同邀請同一位音樂家來香港演出 例如香港管音樂團 會跟PPHK合作 請同一個藝術 在短時間之內有一個表演 希望能夠吸引到外國藝術來香港演出 另外一種新的形式 可以說是入電影院 又或者是播放一些錄製好的音樂會 其實這個方法在去年已經出現了 去年可能當作是一個摸索期 去到今年其實很明顯 大家都會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譬如最明顯的就是香港小家享樂團 他們其實由去年已經是 將他們的一些音樂會 在沒有人的情況下錄製好 放在電影院播放 其實反應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今年他們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 甚至繼續和MovieMovie合作 在他們Live is Art這個電影節內 繼續合作 推出多個電影節目 另外剛才提到的PPHK 譬如今年他們請了 港人家王志仁來香港演出 同時也播放他一個相關的紀錄片電影 其實也是大受歡迎的 沒有記錯是有家場的 所以到明年一月他們也會再次播放這個電影 所以可以看到無論是音樂電影 或者紀錄片形式的電影 很受香港觀眾的歡迎 相信在未來一段日子 這也是不同團體的重點發展方向 另外一種新的形式 就是在外地有一個現場的直播 然後來個Live Streaming的形式 在香港播放 譬如是蕭邦社美樂聚音樂節 他們因為請不到外國藝人來香港 轉了這個形式 在維也納現場地有一個演出 透過剛才所說的一些Streaming的技術 讓香港的觀眾也可以即時感受到音樂的氣氛 雖然這些錄製好 或者現場Live Streaming的技術 由於是成熟 也受到現在很多團去仿效 但也不代表一定可以完成到 譬如說Laterally Seven 美國的一個無半奏合唱的組合 他們原定在12月會有一個節目 當然不是來香港 其實是他們原定在德國有一個音樂會 錄好他們在香港播放 應該很順利 怎料由於近期Omicron的變種病毒肆虐 所以令他們的德國音樂會也要取消 連帶香港的這個音樂會也無法進行 在外地藝術家來不到香港演出的同時 令到本地的音樂家有多了演出機會 譬如說是香港大學廟師樂桂 他們也是因為請不到外地的音樂家 繼而轉了他們的策展方向 多了去找本地優秀 或者可能發掘多些本地的人才 在這一年香港亦出現了新的事物 譬如說是香港科技大學 他們有一個新多功能的場地正式落成 叫做日夫演藝中心 另外說了多年的西九文化區的EMPS 終於開幕了 雖然他與香港樂壇沒有什麼關係 但相信他在香港文化的發展 也佔有一個重要地位 另外可能因為西九的一些不同的設施落成 令到其實很多大的團 也出現了人事上的變化 好像一個musical chair 由A團去B團 B團去C團 除了這些人事的變化 我想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人事變動 就是香港管弦樂團做了多年董事會主席 劉元湘先生 他早前以私營的理由低調地辭職 而由一個太古的董事 沈明彥先生接任 大家都知道香港管弦樂團和太古 本身已經是合作緊密多年了 現在由一個太古董事去接任 相信接下來他們的關係會更加密切 除了有新的事物出現 在這一年其實也有不少人和事 超超地離開了我們 譬如包括資深的岳瓶人 周凡夫先生、黃沐先生 在今年也先後離開了我們 另外香港管弦樂團 職業化的第一個樂團首席 林克定先生 也在早前離開了我們 另外押納了香港多年的增幅琴行 以及相信很多樂迷都會看過 讀過的刊物 Find Music 美樂集 亦都相繼宣布結業或停刊 對於香港樂界 無疑是大損失 今天的2021年大事回顧到這裡 當然了 我相信還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實在一年發生過 如果大家覺得有甚麼值得一提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我們期待2022年會有更多好的事情 在香港發生吧 拜拜